赖清德一进场 先让场一周与侨胞们一一握手 众人争相跟他合影 场面热闹 2020-2020 台湾要赢 总统连运国会过败 因为他参加初选 就把这个格级呢 做得很大 所以有好的格级 才有今天将来会有好的结局 赖清德在造势晚会发言提到 如果台湾变成一国两制 民主自由将会消失 台湾是一个民主价值 是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国家 如果今天选错人的话 很可能我们民主就消失了 就有点像香港一样 造势晚会由大纽约小英后援会 和新泽西小英后援会联合举办 目的是为蔡英文总统复选 并呼吁大家在明年1月回台湾投票 而赖清德也代表蔡英文 向桥界受其受政 所以大家一定要尽每一个人的力量 我已经买票了 我1月6号回去 因为每一票都是很重要的 1月11号是总统大选 那希望大家不管南美老少 这次选举非常非常重要 那呼吁大家能够一起回台湾决定 做这个正确的选择 赖清德这次访美到访了旧金山 芝加哥 华盛顿DC 而纽约的行程是最后一站 现在心情比较轻松 一来是因为行程都走完了 那二来呢 所到之处 我们的乡亲都非常热情 在法拉盛的这一个 跟侨胞见面的行程 也是赖清德此情访美的 最后一个行程 在这个会议结束后 他们将会乘坐凌晨的飞机 返回台湾 新台人记者柯定亭韩瑞 纽约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